2014年9月28号 香港发起雨伞革命争取真普选 当时领袖战中九子戴耀廷 陈正明 朱耀明等人 被中国认定为叛乱 香港政府随后起诉 9号早上宣判 9人通通有罪 我确实会影响我们的生命 亲中媒体随后补刀 微博上纷纷出现 大快人心 战中九丑等 负面标签狂贴 网友只要一直疑 立刻就被亲中网军痛骂 我们继续抗香港的民主 我们继续抗争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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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民主自由的最后一步 香港媒体爆料 中国全国人大 有可能直接跳过香港政府 让香港基本法第23条 落地成根 香港基本法第23条 载明香港政府 因自行立法禁止叛国 分裂国家 煽动叛乱 颠覆中央等 七种危害国安行为 但在2003年试图立法时 引起50万香港民众上街抗议 因此延宕至今 如今北京当局耐心用完 又希望能在现任特首 林郑月娥任内一口气解决 而4月3号刚刚交付三毒 充满争议的逃犯条例 已经是强度关身成立 香港民主人权再度面临 生死关头 三地新闻 重要报道